畫面上可以看到一台龍蝦造型的怪獸卡車 在美國免疫州的遊樂場進行特技表演 沒想到卡車飛起來的瞬間 扯斷上方電線 連帶造成幾根電線桿倒塌 大批觀眾驚恐躲避 還有一名被父親抱著的男童 脖子擦點被掉落的電線纏住 索性男童的父親立刻甩掉電線 沒有大哀 但是另一名被變壓器擊中的男子 就沒那麼幸運 這起驚險意外造成兩人受傷入院 還有許多人身受輕傷 有現場觀眾表示 他們注意到電線的高度 提早換了位置才逃過一劫 但也表示主辦單位缺乏全盤考量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